大家好,今天我们先看看个小新闻 这个是其实前两天的,我看了 关于一个军人,台湾那个军人跑到总统府那个前面下跪 前几天已经有这个新闻了 现在呢,结果出来了 所以我呢,把这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 谈谈我们的观点 这个新闻是来自于中世新闻网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新闻标题是怎么讲的 标题说 川军府总统府前下跪 空军少校下场报 即一大过 14万奖金费了 任职于空军 保纸部 廖佩健 总库 花莲专业库长 李敦鹏少校 因申请研议遭拒 二日招军装到总统府前下跪请愿 经总统府警卫组 空军司令部等单位派员沟通后 以代理现场 因李敦鹏自举 以伤害军方形象 近11日乘处结果出炉 空军核定即一大过 并取消年终考级奖金14万 李敦少校也申请提前退伍 8月16日生效 李敦鹏二日早上穿着空军军服 无预警的跑到总统府前下跪 京东总统府周边警卫 总统警卫是立即通报 立刻前往沟通劝导 经向空军司令部通报后 再由空军督察长柳桂谦少将带回 事后空军表示 军人用生命捍卫尊严与荣誉 李敦少校不当举措 已造成军狱受损 空军对李源不当行为 感到痛心与遗憾 至于研议案申请 军医人事相关法规 及专长原额等综合因素评估后办理 将持衡宣导各项法律规章 并要求所属强化军法局观念 以正军风 不过李敦鹏的行为 有损军方形象 空军司令部表示 已核定记忆大过 并取消14万元的年终奖金 李敦鹏将于8月16日 正式退伍 据了解李敦鹏本来一度再提出陈情 最后打消念头 好这个新闻前两天播出了 我看了看了以后呢 我觉得先等等看看是到底什么事情 他跪着那想干什么 结果现在呢 基本上有了结论了 就是他可能想延长一些时间 复役的时间 但是被拒绝了 拒绝了以后呢 他就跑到总统府那下跪了 而且穿着军装 这个动作我觉得 哎呀 军人呢 台湾的军人都是这样嘛 如果说有一点小小的委屈 就下跪 你在向谁下跪呢 你在向那个皇帝下跪 我们看看历史上啊 历史上这些 有点像这个叫什么 进京 一说这个中华这个文化 就是京城啊 紫禁城 进京到紫禁城请愿 都是一些百姓 有什么冤屈啊 那些上访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在历史上 有因为你帮鸡一下跪 皇帝就开恩了 就赦免你吗 恐怕没有 当今这个社会更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动作呢 我觉得挺幼稚 挺幼稚 你作为一个军人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你正式提出来 不行不行就不行了 如果你实在不服的话 也不应该用这种方法 来震撼这个世界 来震撼这个社会 来惊动一下这个上层 还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他没有用 他用的这种方法呢 我觉得没什么效果 这种就是普通老百姓 这个不像是军人的做法 再说了 我跟你讲 蔡这个政府 你越下跪 他越看不起你 人就是这样 尤其是军人 这个要是老百姓的话 我就算了 我连谈都不想谈 但是他不是老百姓 他是军人 什么是军人 这个我们不用说了 军人其实有军人的做法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你这样做 丢人 他更看不起你 而且他毫不客气的 一脚把你踹出去 毫不客气 不会再让你留在军队内部了 这个东西对于蔡来说 军人有想法 他是很敏感的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这块 而你呢 这个少校呢 用的这种方法 显然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他可以反映出什么呢 可以反映出 在军队内部有怨气 这个能反映出来 我相信不止他一个人 我也相信不止这一种事情 一定还有 那这种怨气 应该怎么抒发这个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便多说 但是军人绝不应该是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显然没有效果 显然把你自己更快的 让他毫不犹豫的 下定决心把你铲除出去 军人就是这样了 军队就是这样了 他现在是独裁统治 独裁统治 军队对他来说是有威胁的 军队是可以推翻他这个政府的 而老百姓 你要往这一跪 他可以不理你 老百姓你推不翻这个政府 而军队就可以 军人就可以 所以这个举动呢 我看看 我觉得做的比较没有什么骨气 这个人 方法用的也不是很正确 但是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问题 在军内部队内部一定有很大的一种怨气 这个仅仅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看后边在军队里边还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显然不是最佳的 显然不是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小的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就算是网友互动吧 因为昨天我说了一下 国民党烂泥把扶不上墙 这个标题是来自于中时新闻网的一个评论的文章 这个文章我没有登出来因为写的很长 写的很长呢 我只是引用它里面一两句话罢了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我看了一下 昨天有小编跟我讲说 有一些网友啊 有一些朋友们呢 认为你这样说的不是很妥 意思就是说 不要在这个地方唱衰国民党 当然网友的留言呢 可能还在啊 我觉得回复一下这个网友的留言吧 虽然是个别人 我想国民党的衰败 不是我们唱衰的 是他自己衰下去的 而作为我们一个旁观者 我们看到台湾这个政治版图 其实我们从内心深处呢 我们是希望 如果你还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话 按照民主制度的定义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反对党 如果一党 那就不叫民主了 按照他们的定义 原来是这样 一党它叫专制 多党它叫民主 这是西方的政治学里边的一个定义 所以当我们看到 蔡这个政府 已经完全在实行 独裁统治的时候 如果台湾人还认为 你们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 半民主社会是我说的 台湾人民自己说它是个民主社会 我认为从一开始 仅仅是一个半民主社会 如果还认为台湾是个半民主社会的话呢 你这个反对党就要起到你反对党的作用 你是反对党 就应该反对执政党 这就是定义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那你就不要玩了 政党政治就是两党三党四党五党也好 大部分在西方国家基本上就是两党 少数有三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起不到这个反对党的作用的话呢 那你就让路 国民党现在我们去看呢 他现在对执政党那些劣迹 他有起到他的反对的作用吗 我们就看立法院就好了 立法院还有几个席位 你看看立法院那些立法委员 你就明白了 你再看看这个党主席 你就明白了 他没有起到一个反对党的作用 而底下百姓呢 国民党的一些支持者呢 他们是希望看见国民党能够振作起来 在我周围 在我这边有很多的老的台湾的朋友们 老台桥 老华桥也好 他们当年都是支持马英九的 现在呢 他们没办法支持这个江 为什么没办法支持 他们觉得不给力 支持也没用 他们也知道江 他家里有人在蔡的政府里边任职 那网友把名字都说出来了 对这个名字 你们我想你们说的是正确的 这个现象我是知道 但是具体的名字 具体他那个任职 他那个人脉关系 我想台湾朋友比我了解的更多 因为台湾不大 台湾就这么一块地方 串串串串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那肮脏的事情 台湾内部的人比我清楚很多 我是指出从宏观上来说 我知道他们家族有跟蔡直接联络的 因此 江启臣这个立法委员是由蔡保下来的 跑不掉 这个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我要送给你一个 为什么 你要听我的话 你要摆在那个地方 假装作为一个反对党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老百姓都不比我傻 老百姓都看得出来 我只是把话给说出来了 在台湾内部 老百姓的心里边有话 一个是不敢说 说了没有人听他们的 所以在我周围 认为国民党现在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的人数超级多 就在我们海外 在台湾内部我并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觉得这个话很不好听 很不舒服 当然 当然我知道是很不舒服 我前面有讲过 我说这个奥运会的事情 我也讲过 如果听不懂善意的批评的话 那做不了大事情 如果国民党的上层 这些党主席也好 什么中常委也好 听不懂什么叫善意的批评 那他做不了大事情 所谓善意的批评就是 我希望你好 但是你现在不好 但是我不能吹捧你了 因为你不好 因为你做的不合格 我必须得批评你 如果有脑子的人 对于善意的批评 他拿过来他要消化一下 在善意的批评里边 至少有50%是正确的 如果一句话听不进去的话 那就不要做什么党主席了 也不要做什么政治家了 心胸那么狭窄 听不见善意的批评的这种人 去做别的去吧 做做生意 做做小买卖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政治家 政治家并不要求你很碎 并不要求你很鸡贼 政治家需要你的心胸宽阔 容纳百川 我所谓容纳百川就是赞扬生 有的时候过度的赞扬 是在黑你 有的时候善意的批评 其实是在帮你 这一点呢 我希望这个国民党的上层 以及支持国民党的一些朋友们 你们能够理解 我们这个平台 没有拿民进党一分钱 也没有拿国民党一分钱 也没有拿韩国瑜一分钱 也没有拿柯文哲一分钱 我们这个平台确实有一些粉丝 作为我们的会员 他们每月向我们支付了一块九毛九 或者四块九毛九 这是一份心意 这份心意呢 我们是看得到的 也有一些网友直接向我们的账户里边 汇了一些钱 这些钱不管数目它大也好 小也好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肯定 对我们的鼓励 而给我们一点点钱的这些人 全都是普通的百姓 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一个机构 没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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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些网友昨天 对不起 我们的后台把你的铁子删了 为什么把它删了 因为有些网友说 我们这个平台是1450 来批评韩国瑜 错 我们不是1450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呢 我可以说 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 你很支持韩国瑜 也很希望韩国瑜能站出来 但是在我们的角度来看 韩国瑜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他只是一种现象 我并不支持这个人 但是我支持他做那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他希望能够制止 台湾内部的这些贪污腐败 能够成立特征组 能够消灭这个金光党 他说这句话我是支持的 但是这个人 我只是对事不对人 这个人到底他姓韩 还是姓蔡 还是姓赖 这个对我们不重要 我不认识韩国瑜 也没有接受韩国瑜 任何一分钱的donation 但是呢 我们是在看台湾这个政治版图 这个政治结构 韩国瑜的贡献是什么呢 韩国瑜的贡献 有点像川普的贡献 韩国瑜的贡献就是 韩国瑜他出现了 蔡 为了把韩国瑜做掉 必须做票 因为他民意已经没有了 如果不用做票的形式 把韩国瑜干掉的话 蔡这个总统是没有的 因此韩国瑜的出现 他对台湾社会的贡献 就是揭开了一个盖子 告诉大家 蔡政府 做票 做票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正常的选举法来规定的话 做票是不是属于犯罪呢 你们自己去想 西方教科书里边 也是这样定义的 西方教科书里边 没有教你做票 但是那边有没有做票呢 我们看川普 我们在川普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呢 我们投了川普的票了 但是当时的民调 所有的机构 主流媒体都打川普 在美国有50多家新闻媒体 只有三家是挺川普的 还是小报 非常小的小报 但是呢 我们当年的投了川普了 川普赢了 那就说明 川普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 不管他这个人好与不好 坏与不坏 我们只是看这个制度还存在不 如果这个制度还存在 川普他不好 两届之后 你可以把他选下去 如果川普好 你们可以选择继续连任 也就是说 如果制度还在的话 这个社会就有希望 如果制度都不在了 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川普的贡献也是 他把这盖子揭开了 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事情了 所以川普走了 留下的是什么 留下的是 所有的普通百姓 透过这个事件 他们看明了一个道理 也就是我们在底下 正常在讨论这两天 下一次你还去投票吗 这个东西对社会伤害很大很大的 美国人过去走到全世界都标榜 我们美国是民主世界的楷模 对吗 我们总统是民选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川普的第一次 他确实上台的时候呢 是人民选出来的 他的票是领先于希拉里了 那怎么样 到了第二次 这次呢 真实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不用我多说 所有的人如果关心美国大选人 都看得出来 所以他把这盖子揭开了 他把问题交给了公众了 交给全世界了 你们答案就在你们心里面 他并不需要去说什么答案了 答案是什么 每个人姓都有数 好 韩国瑜回来说 韩国瑜也是这样 韩国瑜他把这盖子揭开了 尤其是罢韩这个事情 罢韩就做得太明显了 罢韩 韩国瑜从始到终 一句话不说 川普还在说呀 川普还在告诉大家 illegal vote 我们要把它剔除出去 而韩国瑜说过这句话吗 没有 他都不敢提 都不敢碰这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现象出来了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教科书 为后人在上政治课的时候呢 给他们讲述这段历史 让后人明白 现在在台湾 它已经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了 没有了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后边还选什么 还要选吗 还要继续再骗这些老百姓吗 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想明白了 不光是在美国 不光是在台湾 有一些人 包括现在在 其他国家的一些 民主国家的一些 有投票权的公民 一直也跟我说 我们下次还要去投票吗 就是这样 它伤害的是整个的一个制度 整个这个制度被破坏之后 人们对这个 所谓的选举已经失去信心了 你再想恢复它是很难很难的 而谁给伤害呢 就是那个上台 用坐票手段 上台那个人 他彻底破坏了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了 所以整个这个世界 现在已经不再存在民主二字了 不再存在了 只不过你上台的形式 一个是你自己让你自己上台 一个是借助我的手 让你自个上台 我的手都是让你用的 我们投那个票其实没有人算的 没有人数的 你白投 你投也是他当 你不投也是他当选 在美国不就有人说了吗 随便选 某某人当选 你随便投 这个伤害力大不大呢 相当大 我们几十年前 拿着小破包包 不远万里的 来到了自由女神那个地方 就向往在这个地球上 有一个哎呀 民主世界的净土 民主世界的楷模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能够体验一下什么是民主 能够亲自去投一票 我曾经也投过 觉得第一次投败 觉得真神圣 觉得投完就完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结果反正认为自己很神圣 到现在呢 还投吗 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想 我想我可能不会再投了 因为不想再浪费那个 那一票了 没有用 在美国有多少人这么想 在台湾又有多少人这么想 所以这样的伤害呢 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把这个 罢韩做票的两部视频 再播放一下 今天我们播放第一集 明天我们再播放第二集 让大家能够不要忘记历史 告诉大家 这个制度已经被破坏掉了 谁破坏的 做票的人破坏掉的 韩仅仅是一个受害者 是一个不敢出声的受害者 就让他过去了 走入历史了 好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集 2020总统大选 民进党掌控公权力 全面做票 利用紫箱夹成灌票 和活动箱底投票 而这里面所布局的各个环节 也包括以警察来护航 6月6日的罢韩投票 民进党知道不能再顾忌重施 于是改变策略 运用重复投票 与夹带灌票的方式 来进行做票 这样的做票方式 最怕的就是被人发现 有人重复到各投票所去投票 或是被人算出 进去投票的人少 开出的票数却多 也因此这次罢韩团体 他们最重要的动作 就是阻止民众去监票与拍摄 以防他们做票的行为曝光 在这里我们来看 几位警察全力驱赶 这位带着相机准备拍摄的民众 只因为周边有多位罢韩人士 强烈地要求警察一定要把监票的民众赶走 而警察竟然也能无视 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 配合他们去驱赶民众 整个过程 那位穿举衣的男子 他违法在哪 他已经是走在中华民国高雄市的 一条人行道上 警察你是用什么理由驱赶他 限制他的行动 就因为他是来监票的民众吗 法律明定 投票所30公尺内不可喧哗 干扰投票 投票所30公尺外 没有法令规定 不能监看 不能摄影 甚至有新闻发布 是可以直播的 6月6日投票当天 许多投票所都派驻了大批远警 他们滥用职权 假公权之力 来阻挡人民行使正当的公民权 他们更违法地钳制人民自由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位关心台湾选举 舞弊做票的美国公民 他在距离投票所已经是5、60公尺之外了 却仍然遭到警察驱赶 不好意思哦 我们刚好有量过哦 可能现在从那边到这边只有15公尺 对 所以我们再退一下好不好 OK 而我们听见这位选务人员跟民众说 他拍摄的位置必须再往后退 民众也照做了 表示退到他们认可的范围是没有违法的 然而为什么这些警察 却还要一再的驱赶这位民众 会违反法律的东西 希望你们不要 不照我的意思去做 等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公开 那就是违反社会这些维护法 公开违反什么法令可能会更严重 可能会涉及刑法 刑法可能会限制你们的自由 不但把他赶出校园 还恐吓他 若公布影片 将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之后警察一直驱赶 并尾随这些民众很长一段路 为的只是害怕他们再跑回去露营 大家能相信 这是在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 所发生的事吗 最后 这位警察所所长 竟然是善用职权 无限上纲的滥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去恐吓没有违法的民众 说他若不撤掉摄影机 就要带他去派出所 台湾成为警察国家了吗 我是派出所所长 那你的这个状况 我们有请示过 我们的侦察主体就是检察官 你这个有违反 我们来处理就好了 你这个我要先跟你做劝告 你如果劝告不听 劝告是什么意思 请你把他收起来 OK 那你如果不收起来 我可能要帮你带回派出所 我觉得应该不用到这个程度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名 我们有请示过 我们国家的侦察主体检察官 那麻烦你把你的证件让我看一下 规定是什么 谢谢 社会秩序维护法 一位民众 遵守中选会的法规 站在选务人员 已经合可的位置拍摄 而这些罢含民众 与警察仍然疯狂似的去阻挡 这位警察所的所长还声称 有请示过国家的侦察处理检察官 这位所长 你敢说出这位检察官的名字吗 你能交出当天与他通话的内容吗 这位民众是违反了哪一条法规 他的行为在哪里与规定不符 我们质疑这位所长 你在说谎 你是用检察官三个字来恐吓人民 而星期六 就在事发才半小时内的时间 你就能找到检察官 检察官更可以在无搜证的情形下 就声称民众违法 所长 指使你说谎的背后 应该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的行为 在举世民主国家的定义来看 已经是纳粹的盖世太保 你是在当谁的打手 来掐住人民的脖子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高雄警察和民进党罢韩人士勾结在一起 现在我们来看 这位一直停留在投票所30公尺内的人 他见到警察要来驱赶他时 立刻拿出一个证件 竖起来显示给警察看 这就是罢韩人士与警察之间心照不宣的暗号 我们看到这些警察是如何坐建自己神圣的职务 与非法之徒并肩坐票 坐掉他们的市长 这些警察的行为是警戒最大的污点与耻辱 人民一定要追究到底 而这些罢韩人士 他们就在投票所周边 不但监视有无人在监票 更都可以随意拿出相机或摄影机来反拍监票民众 甚至为了阻止民众的拍摄 而在投票所外聚众宣扰 此外 竟也还有特定媒体 可以大列列的拍摄投票所内的投票情形 他们可以公然违法 然而却没有一位警察敢中立行事公正执法 我们再来看这位罢韩的女性 刻意前来阻挡在30公尺外拍摄的民众 他指称摄影者是不可取的行为 声称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 请问在30公尺外 有谁阻挡了你投票的权利 你的行为是民主法治社会最坏的示范 你是刻意去挡住别人的镜头 刻意的扭曲事实 这就是你绿民的本色 你们没有民主素养 却总是利用民主二字来自意妄为 自此我们看到这么多警察失却立场 罔顾执法的公正性 他们滥用权力 无视于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 这让他们有恃无恐 胡作非为的背后 是隐藏着什么样的一股黑暗力量呢 早在2017年9月 时任高雄市长的陈菊 便极力推荐高雄市警察局长陈佳青 入驻中央 成为高雄市警察局长 直升警政署长的第一人 这是陈菊的黑手 深入全国警戒的第一步 事大运后警政院是大地震 警政署长一职 由高雄市警局长陈佳青接任 破记录职身被蓝营立委揣撤 可能跟市长陈菊力鉴有关 哎呀不要这样不要害我 而陈佳青入主警政署长之后 便开始大举为陈菊 部暗装于各地警局 不顾观瞻 肆无忌惮地提升他们要用的人 这些人在警戒被定名为陈佳军 之后便开始有不少基层抱怨 只称来自高雄邦的成员 在两三年内就迅速三级跳 这让不是陈佳班的官警们 士气相当低落 之后各方议论与新闻更是不断出炉 警戒流传 陈佳青早就把警政署这个大单位 当成独资的私人公司在经营 而且已经安插不少亲信 遍布全省 也可以说当前的陈佳军 是警政单位最强势的部队 而这背后掌控整个国家警政系统 真正的淫武者就是陈菊 爹青娘亲不如家亲 警戒盛传 认识陈佳青少走十年路 人民保姆的身迁 竟然宛如江湖兄弟拉帮结伙 高雄帮步步高升 看在其他非陈佳军的人眼里 只能敢怒不敢言 这位陈佳青的嫡系子弟兵张伯军 新闻指他酒驾造势 照样爽身无事 此外还有内幕爆出 警戒踢爆陈佳军升官快 连警政署人事室主任张淑芳 也是高雄帮 这些高雄帮出自于何处呢 答案当然就是陈菊 韩国瑜就任高雄市长时 当时的高雄警察局长李永奎 就是陈佳青的人马 他的升迁速度也是飞快的 而他也就是陈菊 部署在高雄的陈佳军 警戒反应 莫名其妙地将高雄桃园的市警局长 交给没有形势历练的李永奎 陈国靖两人 根本就是把治安工作 当作玩笑的耍弄老百姓 而警政署陈佳青 这样不把警察的治安工作当回事 随意破坏体制 拔着不适当的人选 目的就是要掌控整个国家的警政 为陈菊所用 大家想想 陈菊的人 用在韩国瑜当政的高雄市府 会怎样的牵制 甚至对韩国瑜阳凤英为伺机动手脚呢 而韩国瑜又如何能逃脱得了陈菊隐藏在暗处追杀他的黑手呢 陈菊的人马还不止如此 从南到北遍布于全国 被点名出非法升迁的还有 屏东警察局副局长林长春 宜兰警察局长谢敬贤 警政署科长陈林军 高雄市警察局警政监许明哲 高雄市警局齐三分局副分局长何东龙 高雄市警局警政监刘伯生 宝山总队大队长许志雄 这些被点名的人全都是陈菊的人马 陈菊掌控国家警政肯脏的黑手 也渗入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有新闻指出 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 传警政署长陈嘉青 在新北暗住国民党籍的侯友宜 陈菊的人马暗住侯友宜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要侯友宜在总统大选时 投桃暴离 不对 2018年以韩国瑜带起来的蓝军气势 新北必定会赢 何须陈嘉青暗住 这其中是另有玄机吗 以内政部规定 新北市警察局长职务将由陈哲文接任 此时侯友宜竟已不同意反对 而侯友宜为什么可以悍然拒绝 内政部的人事安排呢 之后不久 侯友宜在与蔡政府达成共事之后 她的态度立即出现了大转变 她表示对蔡政府所推举的陈哲文 欣然同意 非常欢迎 此后侯友宜在总统大选期间 完全不表态支持她的同党同志 韩国瑜 这已经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侯友宜和蔡英文 为什么可以两党一家亲呢 蔡英文又合成对蓝英的政治人物 有过如此亲密的态度与动作 现在我们来看看侯友宜所接受蔡政府派来的陈哲文 其能力与基层远景对她的评价是如何 给新北市警察局长陈哲文 能不能不要为了升官而作秀 压榨基层 有病就要吃药 还有远景希望她速速离开 到了2020年3月 只包不住火了 陈家清所做诸多违法的事 大量被检举 违法任用人士涉嫌卫造文书等等 经内政部展开调查之后 将陈家清与市民观景 以卫造文书移送台北地检署 来看到警政署长陈家清居然遭韩宋法办 内政部接获检举 指称警政署长陈家清 为了安插自己的人马升官 疑似涉嫌造假公文 传出这个消息之后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立刻指示 阵风市来做相关的调查 最后根据手上的线索认定 警政署长陈家清 警政署人事主任张淑芳等人 有犯罪嫌疑 已经依未造公文书等罪 将警政署长陈家清 含宋台北地检署侦办 而让人惊讶的是 事件发生至今 陈家清竟传过水无痕 完全没事了 是谁包庇了他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警政署长因未造文书 被内政部移送法办 北检却以含宋资料不完整而退回 然而不完整不代表 没有发生这些违法造假的事 陈家清至今 仍然还能稳坐警政署长之位 这背后的力量要够强大才能做得到 答案难道不是陈局吗 而由此观之 北检也早已成为民进党的侧翼 打手不言而喻 在这样藏污纳垢的检警调系统之下 台湾还会有民主 人民还能有自由吗 在2020总统大选前 警政署长陈家清 更是部署完于全国各地的警察人事系统 包括许多蓝营的执政县市 陈家清这个动作 就是完成了陈局的所有布局 自此 全台警政彻底沦陷 掌控在陈局手中 新闻报道 陈局的人马在高雄警界盘根错节 搞得高雄市警局乌烟瘴气 内忧外患 人事作业杂音多 这里还有一位刘伯生 2019年的10月 再被陈家清 把作为高雄市警局 三线二星的警政监 陈家清在总统大选前 刻意将他调回高雄 内部传言 就是要在2020总统大选时 为了护航做票 派上用场 自此 大家看清楚陈局 如何利用警政署长陈家清 破坏体制 违法进行人事任命 更藏污纳垢地布局出一批 能为他所用的警戒高层 他们不惜把国家警政搞烂 也要把张手伸入全国警戒 因为这是要掌控 整个国家机器的必备条件 这次高雄罢函 便是中选会勾结大量的警察 阻挡人民的监督 来掩护作票 从以上这些警戒丑闻 我们可以看出 民进党陈局这些人 就是要毁了警戒的士气 搞坏警察公正执法的风气 这样他们的手 才能穿梭于其中 进行一切肮脏非法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